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當然啦 美國對付中國 這是絕對可想而知的 可是一樣我們要看一下 現在美國通膨像一個 醒不來的噩夢 尤其加上這個沙特 死港白宮 氣死不是這樣 那現在美國呢 有個新的說法 這個Kirby講什麼 他說其實不只一個OPEC的成員國 是反對沙特推動警察的 反對嗎 但是他們覺得好像被沙特給威脅 來參加投票 這就讓大家覺得很奇怪了 因為當時我們看這個記者會 召開的時候 好像大家是態度蠻堅決 蠻一致的 那沙特外交部就反駁了 說OPEC Plus的決定 純粹是經濟考量 美國曾經要求說11月開始 大幅減產原油的計畫 推期一個月 但抱歉我們不接受 你叫我們12月開始 拍謝 我就是要11月開始 我就是要你的大選 很難過就對了 好啦 那到底是OPEC Plus很團結 還是成如美國所說的 其實都是被逼的 大家都心不甘情不願呢 我們來看這個印尼財長的說法 也許可以瞥見端倪 他說什麼 他說OPEC Plus的減產 根本原因 可能是拜登試圖限制 俄羅斯的油價 那如果限價成功還得料 那以後豈不是美國想限就限 那我們這些產油國 該怎麼辦呢 如果大宗商品的價格 變成地緣政治下手的目標 那誰也不知道 下次哪一國會變成冤大頭 所以我們不能讓俄羅斯的石油被限價 所以我們不能夠處處配合美國的政策 從印尼財長的說法看起來 應該不是被強迫的吧 不是被強迫的吧 好那另外呢 我剛剛提到了 沒有了石油 美國的通膨大概就比較難解決 現在漲到40年的最高位了 這紐約時報說9月通膨數據 CPI年增8.2% 核心CPI年增6.6% 是40年來最高 甚至提到如果這個通膨 變成預期心理的話 那對美國的這個所謂 經濟衰退來說 絕對是最大的噩夢 現在已經一大堆美國人 繳不出帳單了 甚至呢 32%在過去6個月 通通都與其支付帳單 因為沒有錢啊 61%手頭真的就沒錢 40%告訴民道機構說 我們的購買力比以前下降 非常非常多 現在連能源成本 都要比去年增加將近30% 所以你看看 為什麼我們來賓會說 不一定會成功 因為當你想制裁中國大陸 政府還沒有看到成效 你先傷了自己的經濟 你先傷了這些高科技產業 金元產業 他們的股價連帶的影響了經濟 那你的國內經濟已經這個樣子了 豈不是雪上加霜 所以大使說的很有道理 美國政府就是不斷測試 美國企業跟美國人民的忍耐程度 我走一步對抗中國 你有傷 但還可以喔 那我就再走一步 你又傷到了 但你還撐得住 那我就再走 所以他等於是把 美國人民跟美國企業的忍耐度 當成他 對付中國程度的天平 只要美國人 美國企業撐得下去 還不會死 我就死命的對抗中國 反正傷的是你人民跟企業 不是我政府 小白 石油昨天在節目最後一段就講過 其實美國的戰略除油 它其實是有個固定標準的 那拜登他上任以來 所釋出的戰略除油的一個程度 已經超越了歷任美國總統 加起來的總和 那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美國真的很缺 代表美國的民間 真的很缺這個石油 那為什麼 因為他去制裁別人的時候 他也自己被傷害到 所以我想回來講剛剛的所謂 晶片的問題 其實晶片它對於美國 對於中國其實是往死裡打的 那美國它自己傷什麼呢 費成半導體指數 它在到今年10月10號的時候 已經下跌了44.75% 那台積電的ADR也下跌了53.95% 就在美國上市 所以這等於是欺商權嘛 我受傷你也受傷 可是就像剛剛大使講的 只要撐得住 我就繼續往你的底線去逼 好 那可是我要問一下民進黨政府 台灣怎麼辦 台灣應該說目前撐住經濟的 就是IC產業 不是嗎 有一家IC產業它的市值超過50億 可是它的利潤它的營業額 50%都來自中國大陸 而且其中而且另外6家 它80%的營收也來自中國大陸 對於這些台灣的IC產業來講 如果被波及到了 台灣的經濟會變成怎麼樣 這個其實當民進黨政府 一直去隨著美國 再去起舞的時候 不要忘了美國要把台灣的 護國山山給搬走啊 我只聽過愚公愚山 我沒有聽過我們的護國山山 會被搬走的 所以當民進黨政府 只隨著美國起舞 而去忘記台灣人民 最重要的經濟發展的時候 其實我認為民進黨政府它失敗的 然後剛剛有提到 就是亮哥提到說 美國綠卡的問題 我突然想到了一個人 其實多少人要回美國去 其實不重要 只要有對的一個人回來就好了 那是誰 台灣當初是張忠謀 然後中國大陸前學生 我為什麼會提前學生 因為當時他在MIT 學空氣力學跟火箭推進 學得好好的 剛好碰到了麥卡錫反共潮 他認為中國人這邊被歧視 引路直下回中國 結果大大推進了中國的 火箭推進的一個技術戰 所以現在會不會有另外一個前學生 回到中國大陸去 難說 因為你只要有一個對的回去 其實半導體產業的朋友跟我講 他們現在最怕中國大陸做什麼事情 逆向工程嗎 反正現在我以前跟你當朋友 我乖乖付錢去買你專利 現在你要這樣對我 我就透過其他管道買產品回來 我逆向工程往前推 我直接我找到厲害的人 我就直接公關了 對所以我認為對於這些來講 其實中國大陸他其實也沒有 那麼在意這些 對啊 對 前學生他有這個電影 中文大陸有拍電影 大家去看一下 我們之前提到是什麼 兩單一星什麼的 其實跟他都有關 是一個蠻偉大的科學家 好來我們繼續往下看 來我們回到俄烏戰爭的戰場上面 我覺得很有趣 現在居然出現了普京的接班人的 這個名單啊梯隊啊 好像跟這個 這個中共二十大之後 也會有一個新的這個領導班子 所以現在美國的媒體也在幫俄羅斯想了 要是你普丁被我幹掉了 還是被我這個政權轉移了 不用擔心 誰接班我都幫你想好了 來我們下來看 其實在3月26號記得吧 拜登總統當時就說 普丁是屠夫啊 不能再繼續掌權了 引發了軒然大波 但很顯然 不讓普京繼續掌權這件事情 是不是在美國的腦子裡頭 根深蒂固 所以我們來看 就是前兩天 這個美國的前國家安全顧問波頓 他也提到說 如果普京你敢用戰術性核武的話 就形同簽下了自殺遺書 說美國一定會把你給處理掉的 普京你還沒有要用嘛 也沒有要跟你槓到底嘛 但現在美國媒體新聞週刊就提到了 說普京現在這個決策能力遭質疑 如果被逼下台 已經有這個所謂的五位候選人 接普丁的班了 包含誰 梅德韋傑夫 包含謝爾蓋 包含了農業部長 甚至包含瓦格納集團的創辦人 這個很厲害的傭兵部隊 還有這個國安會秘書長 甚至呢通通都被點名 有可能去接班普丁 不過在愛丁堡大學就有學者說 普丁的政權目前看起來應該還是滿安全的 政權安全 但是戰場上面我們確實看到 最近俄羅斯好像比較吃力一些 所以有人就分析了 看看佩斯科夫的態度 再看看拉夫羅夫的態度 似乎俄羅斯有點累了 不想打了嗎 我們來看 佩斯科夫最新的說法 他說 特別軍事行動仍在持續 對於用協商達成目標 也就是和平談判 俄羅斯是抱持開放態度的 而拉夫羅夫外長 11號也說了 莫斯坑對於跟西方談判持開放態度 那這14號又補充說 如果有特定安全認真的提案 我們準備好是要考慮的 我們是要考慮的 所以簡單來說 對俄羅斯來說或許真的累了 也或許真的像很多西方媒體報的 我沒有彈藥了 也或許因為缺乏衛星的導航 讓它的導彈打得不夠準 無論如何我們都看到 俄羅斯現在釋出的 和平善意是比較高的 是比較高的 那當然也包含 中國大陸不斷的強調和平 我們來看 這是昨天都提過了 在聯合國投票 看看這個入二公投 有多少人承認 有多少人反對 結果呢 贊成這個入二公投 不合法的143票 反對的5票 棄權的35票 那當然啦 對大家來說最關注的就是中國的態度 你怎麼這個時候還棄權呢 你不是說要維持這個 烏克蘭領土的完整嗎 現在不完整 你怎麼棄權呢 你應該投贊成啊 我們來看這個耿爽怎麼說 他說中國之所以棄權是因為 這個決議 並不會對局勢的緩和有幫助 簡單來說 你俄羅斯已經釋出善意 但聯合國還要投票 還要制裁 甚至把俄羅斯 已經拿走了領土搶回來的話 可能會讓局勢更加升溫 俄羅斯也許累了 也許遜了 想停了 中國也認為 和平談判比較重要 可是現在 反而是烏克蘭 越來越好戰 甚至對中國開戰嗎 我們來看 這哲倫斯基 在他的推特上面 特別用英文中文法文等 官方語言 感謝各國支持 可當中有一篇呢 就被大家拿出來做文章了 也跟中國有關 大家看這一篇 他寫的是 哇你們這種 做這種電視牆 這樣是看得出來嗎 他寫的是這個簡體字啦 他寫的是簡體字 那很多人就說 是不是特別用簡體字 來酸中國呢 因為他這裡頭寫的 就是感謝這143個 贊成的國家 那感謝你們支持烏克蘭 把土地還給我們 俄羅斯是非法戰友的 然後特別用的簡體字 難道是開酸習近平嗎 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 現在的烏克蘭 除了很好戰 連中國都酸之外 是不是貪得無厭呢 責倫斯基在10月12號的時候呢 就像世界銀行跟這個 IMF要錢 說我們要351到551的美元 說要彌補 明年度的預算缺口 還要170億美金的 重建基礎設施 那IMF的總裁就說了 我們在2022年 已經幫你們提供了350億了 然後你明年還要更多 我們受得了嗎 我們受得了嗎 那華盛頓郵報甚至報導說 美國跟烏克蘭 平均每兩週 就通話一次 幹嘛 要錢 就是跟美國要錢 甚至拜登都曾經說過 你不要表現得不知感恩 否則我很難替你向國會要錢 很難替你向國會要錢 然後烏克蘭 不是因為法國給的武器 比例最低嗎 還拍了一個廣告 也向法國喊話 說不用給我巧克力 不用給我鮮花 如果你愛我想贏得我的心 麻煩你給我更多的武器 所以現在烏克蘭看起來呢 這個讓大家有一點驚訝 怎麼無敵都一樣 這錢丟進去 連聲音都沒有 其實澤蘭斯基是一個奇蹟 他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前 他在烏克蘭境內的支持度 是非常的低 因為他的內閣周邊 爆發出很多的貪腐的事件 那後來俄烏戰爭一開打 然後他那個強硬的態度 讓他贏得這個戰爭上的名望 而且他的口才宣傳力 有演員的天分 做到了大概近代史上很少人 有這麼大的一個成就 能夠跟人家要錢 還不必磕頭 還可以罵人 他不給錢 每個人都要很受傷的樣子 所以才會有拜登那一份 很搞笑的話說 不要表現的不知感恩 因為烏克蘭認為是 我應該拿的啊 你們本來就應該給我的啊 所以這個 德國不給他錢 就會被他罵得很慘 當然對於俄羅斯的問題 美國一開始要小弱他 我前面有講過了 那這個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前顧問波頓 本來就是一個 美國算對比較極端右派的人 他一副就是說 我們有能力斬首普丁 已經講到這麼赤裸裸的態度 但是我想一想 全世界哪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被人家暗殺的比例最高的 數來數去應該是美國吧 所以保護拜登的向上人頭 可能比砍這個 砍這個普丁的人頭 不曉得誰比較容易 從歷史上來看 拜登的人頭是比較難保的 所以我想波頓講講大話而已 他不要以為上次 把這個伊朗的 這一個軍隊的將領給暗殺了 就以為得益 蘇維拜尼啊 對 就覺得他好像誰都殺得掉了 可是他去殺那個更小的國家 尤尼瑞拉好像就不是很順利 馬杜羅失敗 馬杜羅失敗 對 就不是很順利 所以 也是用無人機啊 結果失敗啊 牛皮仍然會吹 但是吹了有沒有效 見仁見智 那我說普丁的決策能力遭質疑 我們必須承認 在俄羅斯莫斯科的政壇上面 很多人是質疑普丁 真的普丁被質疑 但質疑的角度 不夠我們想像的不一樣 他說你怎麼會那麼軟弱 你怎麼對烏克蘭會那麼仁慈 你看看他 梅德維杰夫的態度就知道了 他一副就想要使用核子武器的樣子 就好像是戰術核武器 幾乎上面的名單 每一個人都覺得普丁太軟弱了 你怎麼會搞個老半天 這個一個 你讓二軍 二軍的死亡率 軍人的陣亡率比較低一點 這是合理的 你怎麼會要求說 讓烏克蘭的軍隊的傷亡率也不要太大 要讓烏克蘭的平民傷亡率也不要太大 哪有一個國家打到現在 一開始你看 有沒有斷腦沒有 哪有戰爭這樣打的 有沒有斷水沒有 有沒有斷電沒有 有沒有斬首行動沒有 所以很多人說 怎麼跟美國不一樣 美國在打伊拉克的時候 就是斬首斷水斷電 平民都造殺的 對 整個伊拉克的首都 可以說 施極片野 那為什麼你 也許當然普丁想說 哎呀我們畢竟都是同樣 斯拉夫啊 他想要做斯拉夫民主的大帝 所以不想要有留下 給大家太殘酷的印象 可是一個將軍被你綁手綁腳說 你不可以造成太大的 這個傷亡率 那原先的總司令叫做 叫做什麼 敘利亞屠夫 到那邊屠刀就被你綁住了 他怎麼打仗啊 派你上戰場 但是請你放下屠刀 那我上戰場幹嘛 這個就是俄羅斯 普丁在俄羅斯政壇上面 現在面對的很重要的困難 那這幾天裡面 他當然是回應了聯合國的一個決議 有態度上放軟 所以他們的發言人 外交部長講那個話 基本上是反映了普丁的策略 這個時候我們要放軟 但是說 是不是就此就 普丁就會退縮呢 那就要看看說 等到那30萬新調來的兵 在未來上了戰場了以後 局面會怎麼樣子 不過很明顯的 現在烏克蘭的攻勢也遲鈍下來了 已經攻不太動了 尤其是在這個所謂的中段地區 就是頓巴斯地區 已經形成一個僵持的階段 其實大家已經卡住了 對 卡住 已經沒有進攻的動能 那俄羅斯的兵員沒有太大的增援的底下 還能夠擋得住 所以這個等於就是說 俄羅斯在這個狀況裡面啊 你說假裝也好 你說真的也好 他就丟出說我要和平 然後變成說 烏克蘭要繼續收復死土 那可是冬天過後呢 會不會局面要改變啊 還是說普丁最後在這個 俄羅斯政壇那些所謂的 強硬派勢力 注意到俄羅斯政壇 我觀察老半天 他政壇各政黨 沒有人不是強硬派耶 是啊是啊是啊 對啊 這是 他連電視上的名嘴都是強硬派啊 對啊對啊 所以變成俄羅斯裡面 最軟弱最和平的反而是普丁 這是很怪異的事情啊 所以我是覺得 那你說這些人會去把普丁推翻下來 哪個是亂講的 這是美國人的白日夢 他必須要把他行之於 在做心理上的自我治療 連接班人選都找好啦 沒有一個會是他接班人選 這些人看起來都還滿忠心的 怎麼會推翻普丁自己上 比普丁更加強硬啊 對啊 那這些人上去美國就幽默了 來我先感謝一下 我們今天斗內的朋友 因為滿多的 我怕我等一下時間不夠 感謝好朋友明騎士 你看他連這個大頭貼 都是正常發揮的這個截圖 那感謝阿美 謝謝他說中天加油 謝謝阿美姐姐 謝謝你的斗內 這個高額斗內 然後另外呢 這個明翔 感謝你加入我們的會員 還有簡善好朋友 永遠支持單身廣 好那明翔是說 年底讓民進黨大敗加入會員 謝謝還有老鈺 也謝謝你加入我們的會員 另外還有這個 開迪威力 他斗內說要給亮哥喝茶 我們都有啦 我們都準備茶水給亮哥 放心 另外張三 也是高額斗內 他說拿破崙說過 不要吵醒神秘東方寶島上的1450熊蛙 不然全世界會被他們笑死 好好謝謝你 很幽默 好另外是這個 謝謝你老朋友 按讚聽真話 按讚聽真話 謝謝今天這麼多斗內的朋友 感謝各位 來我們繼續來往下看 說到要錢這件事 我跟各位說 最有感的 居然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奇怪了 你世界首富要點錢怎麼啦 怎麼現在出來叫叫叫說 盤纏不夠了是嗎 來我們來看 這是馬斯克 最近被爆料 他跟美國國防部抱怨說 我幫烏克蘭搞了兩萬顆 這個星鏈 我今年已經付了八九千萬 再往年底下去 我今年要幫烏克蘭付了破億的錢 美金 我受不了 我沒有辦法 我動沒一條 甚至傳出呢 這個烏克蘭 還要再八千顆的 這個星鏈衛星 增強他們的戰力 那很多說法啦 說這個錢到底是馬斯克自己出的嗎 還是其實美國國防部 有幫烏克蘭出錢 還是烏克蘭有付錢咧 現在馬斯克這個爆料呢 引發了一個討論 非常熱烈 星鏈衛星我們來看他的通訊費用 說光今年可能就要超過1.2億美金 那如果繼續打下去 到明年再打下去 可能要4億啊 各位 我也是啦 如果我是馬斯克 我想說你是有完沒完啊 幫你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結果你就一路打下去 我每個 如果真的是馬斯克付錢 我再有錢也不是這麼花 這麼個花法吧 那到底這個錢是誰出的 這個美國的五角大廈說 馬斯克不要吹牛 他說其實85%是美國跟波蘭等等國家買單的 但是馬斯克說不啊 馬斯克說不是啊 明明70%是 由我這個星鏈集團 自己自行吸收的 奇怪了 那到底誰說的是對的呢 那五角大廈也有官員提到 說戰爭初期 像英雄一樣提供星鏈服務 但大部分費用是別人支付 現在你還好意思拿著賬單來討債嗎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各位你有沒有注意到 前兩天的新聞 這個烏克蘭就在抱怨說 哎呀星鏈斷掉了 我們打不到俄羅斯 然後昨天的新聞說 星鏈恢復了 我們又可以打了 所以我就在想 是不是馬斯克真的要錢 所以先斷 斷了以後讓你打不到 讓你知道它有多重要 搞不好是這樣 我們請大使 對他這裡面 因為馬斯克最近發言 都對世界大事指點江山 對他選全美國總統 對 還要二無和談 對啊他把那個 他把那個 我們國防部長不是也搞了說 不買特斯拉嗎 對 氣到 對 後來他只買了7輛 那叫怎麼不買我不曉得 結果後來發覺就是說 這個特斯拉裡面 我們台灣的這些貢獻的 貢獻的零組件啊 嗯 百分比極高啊 你不買 不買特斯拉結果怎麼樣 結果讓我們台灣廠商賺不到錢 那這是台灣部分啦 因為他提了要把台灣 變成一個特別行政區嘛 趕快解決這個兩岸的關係啊 他對俄羅斯他也提了 俄乌戰爭他也提了個方案 這個方案啊 細節不講了 問題就是說惹惹了 惹惹了烏克蘭 所以烏克蘭有一張 有一個名嘴 就是俄羅他們駐德國的那個大使 很狠的這家伙 他連那個 德國總理都一直罵的 嗯 這個最近比較不出風頭 可是他最近開炮 用三字經 就因為對這個馬斯克開炮 所以馬斯克事實上是被罵了以後 他現在是報復啊 他所以他就說 哇你們這些人 我給你的那麼多好處 在戰場上給你們這些 新鍊的這些 讓你的Internet通通不斷 你現在我講一個建議 你就出來這樣把我罵成三字經罵 罵得很難聽啊 所以他現在就開始算錢了嘛 好像基本上啊 這些錢他都算了 而且他希望美國政府將來出 他不要他出了 另外方面 已經有一些新鍊的這些 這些這些這些 服務已經斷了 已經斷了 事實上已經斷了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烏克蘭這個國家 現在有一點偉大不掉 他覺得全世界都欠他 你只要稍微不服他意 他就怎麼樣 連中國都酸啊 對中國都酸 不過中國大陸還是不敢惹啦 為什麼 因為他將來的重建計畫 說11月 11月是不是說烏克蘭 友台小組的成員 那個議會成員要大舉進攻台灣 哇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有趣啊 那蔡依依要準備好 大箱大箱的現金炒票 是啊 是啊 這個朋友交不起喔 這個正在 正虛錢恐氣的交不起喔 那你給他個十億八億美金啊 他又找那個駐德大使館 又來用三十斤罵你啊 這個國家現在胃口很大 他覺得全世界都欠他 那現在我覺得 你看喔 這個烏克蘭喔 被這個俄羅斯空襲以後啊 最近看起來滿沉默的 最近戰場上也沒有什麼聲音 而且只有看到莫斯科一直在放消息 所以說又發了幾顆飛彈 又開始發了幾顆飛彈 烏克蘭一片一片沒有聲音 我覺得這裡面 我就一直在想要知道 就是說到底美國 現在對烏克蘭 是要什麼態度來處理 因為我還是比較相信 烏克蘭去炸克里米亞大橋 老美不知道 這個可是犯了大忌了 其實大使講的沒錯 當然我們注意到 如果你看到 新聞一直在爆說 烏克蘭厲害 這邊什麼收復多少多少多少 澤倫斯基這時候都不會講話 可能當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好像沒有進展的時候 他就會跳出來要錢 大家有發生這件事情嗎 所以我覺得 可能是武器 有武器的時候就有打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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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器打完了糟糕 沒有東西可以打了是不是 總統就跳出來說 給我武器給我 所以烏克蘭永遠只有這兩種聲音 要嘛就是澤倫斯基的要錢要武器 要嘛就是 他說哪邊打得很好 哪邊打得很好 哪邊打得很好 大概就這兩種聲音 來我往下看 給大家看個好笑的 最後這個周末 給大家看個好笑的 來各位 記不記得我們之前說過什麼 說這個歐盟 要對這個 這什麼 這個俄羅斯技術第八輪制裁 很兇啊 美妝品不要進口 牙線不要進口 瓜糊用品不要進口 肥皂不要進口 個人除臭劑 外國人可能比較需要 不要進口 還有這個廁所衛生紙 也不准進口 通通不准進口 好啦 當時是歐盟禁止 俄羅斯的滾筒衛生紙進口 現在在歐洲居然是想買買不到 還沒進還沒開始還沒有進 已經買不到了 為什麼 來原來是其實普京 他可能早就知道 歐盟要進我衛生紙 所以他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戰爭開打沒多久 就禁止俄羅斯的這個滑術 化術滑術出口 那這個術種呢 就是歐洲拿來做衛生紙 擦屁股衛生紙 那個紙漿的最重要的原料 就對了啦 所以他三月就禁止出口 所以導致到最近 少了80到120萬公噸的紙漿 供應通通不見了 所以呢 這個滾筒衛生紙 我們掛在廁所裡那個滾筒衛生紙 價格上漲了45% 然後不但變更貴 而且紙還變薄了 所以你擦的時候 不小心可能手還會摸到 很會破掉 所以普京可能早就知道 你要進我的衛生紙 我就先不讓我的術出口 讓你沒有紙漿 好啦很幽默 來 這我自己想到的 歐洲沒有了俄羅斯的能源 怎麼辦 狂買中國的電毯嘛 對不對 那現在沒有俄羅斯的 這個測紙怎麼辦 是不是要趕快去多買點 日本Toto的免治馬桶桌 不然怎麼辦 沒有衛生紙擦 就用水洗啊 用水洗啊 這是在這個歐盟的部分 另外我們要看到 現在英國 他是跟著美國 反中反最兇的 他現在除了經濟不好 不曉得我們衛生紙擦屁股之外 這個特拉斯 最近也跟我們這個王廚流出了 不是王廚 那是國王 流出了一段影片 也讓大家覺得蠻尷尬的 好這影片我們是不是可以播啊 可以對不對 好來來來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看這個畫面很短十幾秒而已 他簡單來說 其實在開門之前 開門之前 就有女性的職員的聲音傳出來 然後好像不知道是 到底是跟誰講 其實聽不太清楚 可能是在跟這個國王講 就是說這個部長官就這一次 是不是說你只要見特拉斯一次 以後可能他就被換掉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也不知道 然後呢門就開了 尷尬門就開了 然後特拉斯就走進來了 走進來他就 哇你知道 舉個這個屈膝裡說 病下很高興見到你 我很榮幸 然後這個國王看了他說 所以你又回來了 我的天啊 不曉得是什麼意思啦 是不是覺得說你下台不遠了 你怎麼又回來我的天啊 所以很多的英國人就說 雖然說查爾斯國王 查爾斯三世 並不是這麼受到英國人民的愛戴 但他這個 所以你又回來了 Dear Oh Dear 這個 天啊 講出了很多人的心聲啦 可能你希望 這個以後不要再砍到塔了這樣 這個應該是報復啦 因為特拉斯不讓他參加那個環保會議啊 對 應該是報復啦 畫面還留不出來 這個特拉斯今天 那個把財長給fired 這已經是 這已經是這個 等於宣佈重大政策全部流產 對 所有的減稅全部都取消啦 對 那那個財長本身是學霸 25歲拿到建橋大學歷史博士 研究經濟史 沒錯 還出了三本書 兩本書都蠻有名的 然後大家都認為他是學霸中的學霸 那就是完全都是意識形態嘛 就財旗有主義的追尋者 追尋者 所以一上來就是要減除所有的管制 減稅啦 你英國的已經沒有那個底氣了 對啦 你國家的財政那麼差 所以我認為特拉斯也不會做太久 不過這個就是保守黨 讓他現在下來實在太沒面子了 對 他畢竟還是有一個一年保障條款 如果他要下台就黨員又要開一次大會 對 很難看 那才上來不到一個月 我今天看個新聞這樣給我插個話 他講什麼 他說現在那個保守黨裡面已經在思考說 那誰要接特拉斯 當然就是這個蘇納克 甚至有人說 讓強生回來都比他繼續看要來得好 我是看到有這樣子的手法 你現在就已經傷心動肚 這個金融只要被亂搞過一下 事實上就蒸發了很多錢 那個錢不會回來的 蒸發掉了 也包括外資 包括養老基金等等 所以 他等於是被保守黨裡面的同事 還有這個國際市場 把他架著脖子 逼他的財產要下台 對 就是棄居保帥 可是 沒死也拔掉了 四分之三條命都沒了 對啦 基本上人家已經看不起你了 事實上在內閣制 就是你只要重大政策 沒有辦法推行你就準備下台 這麼嚴格 那個字都是這樣啊 要嘛就你黨內把你推翻 不然就人家提那個倒閣案 可是因為保守黨上次選太好了 所以保守黨遙遙領先 他的席次 所以工黨沒有辦法倒閣 所以如果要倒就是保守黨自己倒 在內部要自己砍 自己砍 自己砍 可是這次就是自己砍 對啊 強稱就是自己砍的 不是 財長 所以你財長下台啊 不然你就下台 因為工黨人數不夠 沒有辦法提倒閣案 因為首相立刻簽署 FIRE的命令他就立刻生效 是啊 所以他等於是被逼出來的 這樣的首相事實上已經很難統治了 可能會是史上最短命 不過還好啦 我永遠記得我們這個台灣 這個最短命的官員 我永遠記得 因為我最愛他最好久 就是那個楊彥祖 就是論文抄襲 國防部長 當六天 特拉斯已經超過他了 來 最後時間請小滿 我剛看到說他買那免治馬桶 當民進黨政府護IC產業不列售 台灣又有新的一個產業可以殺到歐盟去了 趕快 為什麼他跟歐洲推銷免治馬桶 為於產業 為於用品直接賣到歐盟去 賣到歐盟去 衛生紙賣去歐盟 對 就直接賣 然後免治馬桶那些都賣 對 這是我突然想到 那我想回來講到馬斯克 馬斯克他為什麼會這樣子講呢 因為烏克蘭駐德國大使 他在推特上就寫了 就是發了那篇文章 我剛剛傳給那個單身廣 那為什麼呢 他罵得很凶喔 因為馬斯克 因為馬斯克 你知道為什麼馬斯克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馬斯克提案 說你們大家都不要吵了 反正俄羅斯公共那四周 加克里米亞 在聯合國的監察下 大家舉行公平公投 你要歸哪一邊 然後只要選出來了 就是這樣 那誰會答應 他之前提出那個和平 和平談判的條件方案 對 所以 而且他還故意去挖苦說 你烏克蘭用的是一般 家庭用量的100倍 你在打仗 怎麼會是家庭用量的100倍 而且你的收款對象是五角大廈 很明顯你就是軍事用途 所以他就是在耳心烏克蘭 對 所以其實馬斯克 我覺得他就是商人 他不管之前提的台海的兩岸關係 或者是烏爾關係 他要的就是和平 只是當初他就是不喜歡 可能是美國一直往裡面去天才 天才讓戰爭一直爆發 所以才會做成這樣的想法 他是澎湖浮風喜萊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